哈囉,一樣的角度 一樣的認真,看到沒? 來這裡,有一個客人 這個魚缸,問我 來,他問我為什麼這一格都會有泡泡 因為這一格是水沖下來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順便看一下他的綠彩 陶瓷碗 陶瓷碗,陶瓷碗,陶瓷碗 底部,乾絲分離會比較四角 上面四角,五角的 沒有錯,這五角剛才 陶瓷碗,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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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 四角陶�碗,陶�碗,陶�碗也不夠錢 你知道嗎?然後 這裡 這個,看都沒有,什麼綠彩 然後來注意看他的白綿 sittamaku,陶�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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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角陶�碗都沒有.四角陶�碗也不夠錢 你看看 這裡 看都沒有 什麼綠彩 那來注意看他的白綿 一、二、三 四 白綿四角 bear gir anxiety 綠彩陶碗要有別的,所以這!!!! 倒嬤嬤,倒嬤嬤,倒嬤嬤 4K投資員倒嬤嬤也不夠錢 你知道嗎,然後 這裡 我看都沒有,什麼綠彩 然後來注意看它的白棉 1,2,3 4,白棉4塊乾淨 綠彩這裡也乾淨 所以這裡沒多久 應該刺不多久 然後這裡全部都是白色的泡泡 這邊 來 這邊這邊,你寫一下 老闆我想請問 我的第一格都會有泡泡 原因點是因為 我有加維他命粉 黑水 光合菌,水質穩定劑 消化菌 其他格都沒有 唯一第一格有泡泡 因為第一格是落水的地方 然後順便跟你們講一個概念 光合菌跟消化菌 一次加菌只要加一種就好 同一個廠牌的 只能加一種 你不要這邊加 光合菌,那邊又倒消化菌 然後那邊又加什麼菌粉 然後什麼維他命粉 差在黑白糖 你現在是在炒保里帶 保里帶也炒兩種而已 然後去炒三種,你炒到四五種 一切都會變成不可控制的因素 一切都會變成不可控制的因素 然後這邊 這樣有聽到 重點有跟你講 你如果魚子兩天吃得多 過年都排不怕 你還換二台,換幾十九 那是太功效了 在現在之前 你的皮靈就不要再洗,不要再換了 白綿要用到很髒很髒很舊很舊很舊 水要抹著比較換 你的整個皮靈都會太乾淨了 你的頭脂丸就已經不會沾滾了 你皮靈又換得很乾淨 你稍微滾就不夠了 所以你那個蛋白質沒有辦法分解 所以你那第一格叫做蛋白泡 這就是打泡 用蛋白去打,打出來就是蛋白泡 知道不 他要熱水一直沖,然後水面有一層油沫 那個蛋白質就會在那邊 那個叫蛋白泡 你可以看你魚缸裡面的 你看,你看一下我們這個魚缸 你看喔 水質好的魚缸 水質好的魚缸 你看喔 水質好的魚缸 氣泡打到這裡 出去了就沒有氣泡了 氣泡就破了 你看這兩槓在打 這剛才兩槍看 這瓶在這裡打過 那瓶在那裡流出來 它的氣泡到中間完全都沒有 不要說一邊 我這用三邊的,然後你看那裡還有一槓 那裡落水 那個泡泡還是到旁邊就沒了 這裡是環流區 有一點小小的泡泡 那你看這裡 整個上面都沒有泡泡 是ok的,消化系統是穩定的 當你的魚缸很多 很多綿細的泡泡不破的時候 就是消化系統不夠爛啦 蛋白質沒辦法分解 還有一種是 你裝那個消音管什麼那些 水沒有直接去沖擊 那個泡泡帶不進水裡面也會 它那個不是,它那個水是拼命在沖 還是有很多泡泡 然後來 他說 因為這一缸新的泡泡 追蹤到你了 不然龜藻球 給他滿了 那你看喔 其實 這個客人是因為他跟我買 他買什麼啊 買冷凍豬很緊啊 買冷凍耳料 重點有在說 你那兩缸錢這麼多 你那幾年賠不見了 你那換二台換幾十九 那是太空球 啊在現在進場 你的白米仔就不要再洗 不要再換了 其實我跟你說 你的動作我很勸勞喔 每個客人都在說服他換綠彩那些 沒有 哥現在 有點累了 有的人可以就帶過去就好了 煙粉如果夠 他問題沒辦法白蓋的時候 他就會想到我們說的 那不就想到 尊敦 人海茫茫 各自沈淪 啊沒有啦 各自飄 打開各自流浪 齁 最近這一個月追到你 然後瘋狂看影片 你有很多人想他這樣嗎 有很多人都這樣說 我沒有空整理啦 而且時間有限 不然其實應該要開那個 養魚教室從基礎開始交 你知道嗎 然後分 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這樣子 就跟你們講一個簡單的 養魚養水 養水就是養菌 養菌 菌要有地方住 好 好 其他這幾段聲音不要聽了 然後來這裡 齁 你看這個 我剛剛說他的綠材 你看他白棉這麼新 這個也是新的 這個也是新的 然後滿滿的陶瓷環 然後這個過濾這麼新 齁 然後再問說底下要 就是 什麼房底綠底下一格四包啊 什麼那些 齁 然後你看齁 好重點齁 我本來這樣帶了就過去就算了 因為反正要跟我買冷凍豬溫景而已 這樣就好了 結果 這裡來了 剛剛就剛 這是 應該是剛剛那一缸還是另外那一缸 這又是另外那一缸 齁 齁 看到這一缸的時候你們不會怕到 齁 齁 你們準備看齁 你們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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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齁 人家 這是什麼密度啊 古代戰船這麼大隻 現在這個很少看齁 你知道嗎 古代戰船現在變成 禁止進口的魚 所以最近 黃金戰船還可以 黃金戰船小小的白白的 還可以裝作那個 別的魚進來 古代戰船不知道為什麼就進不來 齁 齁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魚缸 然後你們看一下 最主要補給你們看 你們看 剛剛我說的那個情況你們都看到了 他這個水面 阿娘 阿娘 水面像我在甘金 有沒有 泡泡不破就算了 水面還濃稠狀 原來剛剛他給我們看的是 他剛剛看的 我們看的是這一缸 這一缸因為魚比較少 一隻龍兩隻那個而已 有沒有 齁 所以這一缸狀態就比較好 然後剛剛那一缸 真的是很經典 這一缸 水都已經白毛了 這一缸是哪一缸 反正就忘了 然後他 他就要換龜藻球 然後後來這個客人 結果他第二天跑來店裡面 這樣跟他講一講 第二天跑來店裡面 他拿了一袋35公升的龜藻球 回去 齁全部換一換 齁 齁 然後他有兩組 來 你看他這一組 這一組是 一隻金龍的那一缸 齁 有裝這些東西 啊因為魚比較少 所以水比較輕 齁 然後另外這一組是這個 剛剛混氧的那一缸 齁 齁 這也轉不動桃子環了 啊這樣阿尾 這轉不動桃子環 這不知道什麼桌頭 我就看沒什麼有了 沒關係 來 他就拿一袋35公升的 這邊幾盒 123 4 5 6 12盒24包 還有11包可以去支援剛剛另外那一缸 來 現在是這一缸這個狀態 就是要換的這一缸 齁 好隻的也算好了 123 4 5 6 7 還有沒算到 不知道到底幾隻啦 然後最主要是他底下這隻鴨嘴就超大 然後這隻三間也超大 反正這一缸看一下 這一缸滿滿都是魚 齁 齁 這才七 我們剛剛就跟客人說 這一缸很奇怪 都看不出來還是幾尺 三個盒到這裡應該是四尺 可能是4.2尺而已 4.2尺塞了這麼多魚 齁 混氧滿好玩的 齁 然後來 齁 這邊就在講耳料齁 然後你看這他的過濾器 然後 來來來來 這個他現在的狀態 來看一下 這個叫魚之密度 我告訴你們 這一缸如果 龜島橋能夠搞定 他叫做厲害 齁 齁 你那個四尺的毒 一尺一尺 沒什麼了不起 人家一尺十幾尺 對啦 校接的密度 齁 然後PH6.8 齁 目前算穩定 昨天堪換水 6.8 齁 然後他換好 他裝上去了 來 他龜島球弄上去了 齁 變很清水 來 PH6.8 換上去了 其實這裡水就開始變輕了 來 龜島球已經用了 齁 水面的濃稠還沒有改變 但是水覺得他比較輕了 有沒有 你們覺得他清澈度已經有提升了 齁 然後來 另外一個大缸也變輕 不過這缸沒什麼了不起 這缸只有幾隻魚而已 不過這邊 有一隻那個短身的皮球沙很大隻 神奇思汗 齁 來 然後他說水很輕了你看 他沒有開燈的時候拍就可以看得出來 齁 然後上面這裡 1 2 3 4 4乘以3 12 24包龜島球 齁 然後我說可能是拍照的關係啦 沒開燈的時候看起來水很輕 有開燈反而沒有輕 齁 然後來他這缸很好玩 他這裡剛好有兩張照片 這他上面的魚缸 他上面的照片我抓下來的 這剛好可以做一下教學齁 齁 底下那一隻是紅尾巾 高背紅尾巾 上面這隻是過背 所以你看他鱗片的立體度就不一樣 齁 過背就是 量比較高 所以 會金貝腳這麼拚 所以叫過背 那紅尾巾的話就三排四 齁 那這隻勉強算高背 因為 第五排有一些有量 但是你看他的金質 魚的金質就沒有很亮 那過背的話他的鱗片 他的亮度就比較不一樣 而且這是藍底過背 這個是高背金龍 就不一樣 然後來 齁 齁 來了啦 你看人家說的 齁 他說對 我跟他說高背跟那個 藍底過背跟紅尾金龍高下立判齁 這張照片 然後 這裡 他說對我裡面都藍尾 藍底跟紅尾 還有一隻黃尾 有一隻搬家 齁 然後你看 來來來 他說了 水真的很清 有沒有 你看龜藻球用的水清了 這裏就清了 齁 齁 水就真的清起來了 你看 九龍混氧加上一些魚混在裡面 有沒有 水很清真的很透明 九龍混氧加上這麼多魚 滿滿的一缸 你看整缸滿滿的都是魚 天啊 但是現在水清了齁 你看起來就是舒服 這隻魚在前面 這個在中間 這個在後面 看得清晰噹噹 齁 這個是沒開燈的齁 你看客人講 沒開燈很清 有沒有 阿這是開燈的 幹 就是蠻 整個魚缸只有一個字 蠻啊 你看三間在這裡這麼大 然後這些金龍 這個都大概都四十五公分有了 這個 這個都有三十五了 這個大概都四十五公分有了 這麼多隻 滿滿的一缸 齁 秋秋的高密度龍魚缸 你看 他前面 這個客人他說 後來我才知道他怎麼養的 他有 他說他換水的時候 都一天淋一天出 兩天給他對流 他兩天換一次 所以他之前的綠材 不行的狀態下 他靠換水再養魚了 齁 我就跟他說 有清爽 有沒有覺得水清漁美精神爽 他說重點PH穩定 齁 他說你看 混養缸不用再靠 換水養魚了 齁 他說目前六點八維持兩天 來統計看這種高密度可以維持多久 他現在客人的意思是說 他要看這個高密度不換水 可以維持多久 齁 看他們吃東西很爽 群龍搶食 有幾隻吃東西還用跳的 是哪一個影片 我好像有請他拍來看看 讓你看齁 他剛餵的時候 因為 魚要補東西嘛 吃那個醋的料 他說剛餵完不到半小時 水 齁又清澈了 就像這樣 水又清清清清啊 所以你看 齁 PH一樣6.8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齁 齁 在這裡在這裡 他說他 我就要拍那個餵食的影片 齁 齁 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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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沒有辦法聚焦看哪一隻在吃東西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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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齁 水會滑滑啦,因為蝦肉啦,什麼那些下去,魚在吃,在補 然後說半個小時就很清,水就清了 好 那應該這樣了吧 好 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這個 超級混氧鋼 使用24包龜藻球 好 高密度的飼養也沒有問題 所以他之前,你看走的都是冤旺路,買的都是冤旺綠彩 你看現在水就清成這樣 好 而且他之前沒兩天花一次水 這一缸比較經典跟大家講的就是 不只九龍混氧,然後混,你看 這麼大的金剛鸚鵡四隻 然後 應該 45公分 我覺得可能不止 45公分的三間一隻,然後很大的普代戰船一隻 一大堆魚 24包龜藻球,搞定 然後一隻很大隻的叫做 軍艦鴨嘴 軍艦好像是紅尾 鴨嘴混 虎皮鴨嘴改良出來的 叫做軍艦鴨嘴 還有一種叫麥克鴨嘴 反正這些都是大型的 面魚 好 這一缸就 搞定了 舒服的一個 用龜藻球養的超級混氧鴨 所以一次買對 其實 最快樂啦 其中買買的又電話的,都是花兩遍 拜拜 啊我們有 龜藻球一包八百 三送一、五送二、十送五 然後 經濟包 環保包裝沒有包裝的 35公升 一袋一萬五 這幾天客人都是 直接拉35公升的 好 拜拜 拜拜